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能从空气中吸收各种养分 比如水分 氧气等 它对水分有不小的要求 特别是开花的时候 每天往气跟喷雾水 对延长花期有显著的效果 蝴蝶兰花朵持续开放的时间比较长 若是干燥 花朵势必会提前败落 这些娇嫩的花朵也需要水分的养护 每天喷些水物 滋润花的同时 也让花朵更加的水灵亮丽 需要注意的是 用作喷雾的水最好是过夜水 而且一定不要添加营养液 现在是冷天 用之前最好能调成温水 这样的效果更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